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49年 一场文化名流的争夺战正在进行 生或死 聚或散 他说你不要走 他说共产党来肯定要见下了 风云激荡 大浪逃杀 他认为社会这个条道路是人类的一个方向 面对国家 民族及个人命运 在去与留的历史关口肘肘之时 万千知识分子会选择一个怎样的未来中国 1949年11月 大战前夕的重庆人心惶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两个月 溃不成军的国民党退守西南 意图反共复国 然而重兵把守的乌江天险 11月上旬就已被解放军攻破 一种大势已去的气氛在城中蔓延 进入11月下旬 从南京撤退广州 又在一个月前前来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 已准备再次向西退守 但是蒋介石已然在做最坏的打算 11月27日晚 他来到位于沙平坝的重庆南开中学 这里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南开大学创始人张柏林的住所 他的到来 让当时年仅11岁的张元珍忧心忡忡 他说给你预备两架飞机 你们走吧 就让我祖父拜 我们这些人全都带到台湾去 那么我祖父就一句话不说 就蒋介石坐那两个人僵在那儿 我母亲还我婶婶 就扒在两个房间的门那儿看 都很紧张 这是我们才知道 才知道紧张 平均解放时 张柏林的三个儿子都选择了留下 只有家中的老弱妇孺被带往重庆 与他相聚 当时张柏林的处境非常尴尬 对国民政府失望 又对共产党政权一律重重 尤其是在1948年5月 蒋介石在第一次总统选举中胜出 邀请张柏林入阁出任考试院院长 游移再三 张柏林还是迈出了日后追悔末及的一步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清楚 天津市的市长杜建石就坐在我家的外面 我祖父坐里头就等 看我祖父是不是同意 我祖父当时看不清楚 整个的社会会发展到什么样 他说我不躺这个浑水 谁来躺这个浑水 说最后还是答应了 张柏林被称作南开之父 他创建的南开中学 南开大学 逃离满天下 他的学生包括有清华大学校长梅一琦 话剧大师曹宇 以及日后的台湾省主席吴国珍 和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生于光绪年间的张柏林 看尽了大清末年 强敌压境的屈辱 和军阀混战下百姓的苦难生活 驱使他最终走上教育救国之路的 正是要挽救民族于贫弱之中的忧国之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拉开了中国八年抗战的大幕 这八年南开经历了从毁灭到重生 张柏林也一步步 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占到了一起 并于1940年最终加入国民党 就在七七事变后25天 日军对天津发起全面进攻 并于7月30炸毁了南开大学 图书馆 教学楼 连带学生宿舍都荡然无存 当时人在南京的张柏林 获知消息后悲痛万分 31日蒋介石夫妇宴请张柏林 对南开来说 对张柏林跟蒋介石的关系来至关重要 蒋介石说 南开为中国而牺牲 有中国就有南开 非常的振奋 一个62岁的老人 向全国的校友发表谈话 第一人所回者是南开的物质 而南开的精神将因此挫折 欲以奋力 中央日报特别发表评论 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这就是南开精神 那么由此张柏林对蒋介石略发感谢 南开遭受轰炸后 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 于1937年8月 于国立的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 并于第二年西迁昆明 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其后的八年零十一个月里 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在国土沦丧民族危难的年代 成为中国学人的心灵家园 并为后世传长 一个私立的南开的小学校 能够寄身于跟两所最著名的大学组成 临时大学 这是一个机遇啊 历史的机遇 而这个机遇 那跟蒋介石是有关的 在这种国事 校事 家事的背景下 张柏林对蒋介石的认识更已经进步了 而张柏林与共产党之间 在1938年以前接触并不平静 不过张柏林与共产党之间 有一个天然的联络人 那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于1913年入读南开中学 并于1919年在张柏林的推荐下 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届学生 并被减免了全部学费 后来因为学生运动 周恩来在入学四个月后 就被南开大学开除 但1936年西安事变过后 经张柏林亲自宣布 又恢复了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学籍 1937年张柏林在南京建立了 南开大学招待初 他跟学生讲 现在是抗日时期 你们要投笔从容到抗日前线去 我支持 你们如果想到共产党 八路军地这个方面去 我也支持 我可以给周孝友写信 你们可以联系 1938年7月 张柏林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 他居住的重庆南开中学 成了国共两党 以及左中右各派民主人士 文化精英聚会议政的场所 周恩来与他南开中学时的学弟 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吴国珍 更是常会争论的不可开交 而张柏林的思想 也在这争论之中悄悄发生着变化 周恩来邓一超夫妇 经常去京南村 那他们当时的说法 几乎每周都去 他们把那做一个统一战线 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的这么一个基地 说老是这样 所以张柏林的思想也是受到了 周恩来的影响的 1939年1月 他亲自邀请周恩来 给丹开的师生做抗日行事的报告 1948年5月 蒋介石邀请他出任考试院院长时 张柏林并没有强烈反对 但仅仅一个月后 就已追悔莫及 国民政府里贪污横行 彭党劫私 张柏林感慨说 真乃无关不贪 无力不污 并以体弱虚敬仰为借口 离开南京 必居重庆 1948年11月底 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将战线推至平津一带 国民政府开始紧急动员北平天津的大学研究院向南搬迁 但在最初的几次会议上 应者寥寥 1949年的元旦 解放军包围天津 地处天津市郊的南开大学 已处于对阵双方的火力网中 此时从北平传来的消息说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清华大学校长梅一齐 都已在十多天前搭乘国民政府的专机 离开了北平 是走还是留 人生的选择从未如此真切而又急迫地 摆在了每一个南开人的面前 南开最终没有随国民政府整体前往台湾 就像北大和清华最终也都留在了北平 但是胡适走了 梅一齐走了 远在重庆的张伯林去留还在定夺之中 往日西南连大的笑歌仿佛还在耳边传唱 却转眼已要各奔东西 1949年11月27日夜晚 重庆沙平坝金南村 蒋介石与张伯林相作无言 他别的话他不说 他就说您太爱我了 您太爱我了 他就说这样的话 最后是我祖母出来 他说蒋先生我 张先生不能去跟你到台湾去 理由就是他三个儿子在北方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很理由 但是蒋介石看见我奶奶 怎么样你不敢发作呢 你没什么文化呢 就嗯嗯嗯 弄得很尴尬的场面 最后蒋介石走了 这已是蒋介石第二次登门 亲自劝说张伯林去台湾 但都被已衰老多病 不离远到飞航为由拒绝了 其后几天 蒋经国还曾多次前往张家 但据张伯林的长子后来说 此时的张伯林 其实已经收到了周恩来写来的密信 打个字 非非不让老校长动 这个事情是只有张伯林的长子 张希露 在跟我谈话的时候 来谈的这个情况 人们普遍猜测 这封信是由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经手 傅东菊不但是中共地下党员 更是重庆南开中学的效应 傅作义本人与张伯林也是多年之交 重庆解放后 张伯林被接来北京赞助 就是住在傅作义的家中 尽管如今这封密信已不知去向 但张伯林晚年的生活 却真实地被改写了 重庆解放 张伯林就把教务主任刘兆基先生叫来 让他请点所有的南开的这个财物 造册登记 让他把南开中学移交给人民政府 这张伯林这个做的很早的 做出这种决定和动议 那是很早的 但是以年过期旬的张伯林 在新社会只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 因为在最后关头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回到天津后的他 除尽尴尬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就在他付诸医生心血的南开 也人人对他避而远之 1950年9月回到天津后 陪伴他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的 是一种令人恐慌的寂静 所以这没问题 老校长是我请回来的 我给天津市写信 让他们预与关照 南开中学的老教师感情是形象张伯林的 可是南开中学的青年教师认为 张伯林是历史反革命 战犯没有画上你张伯林就算不错了 南开的女中的学生看张伯林来了 过去是蜂拥而止 现在远远地知乎张伯林的名字 张伯林 张伯林就这么叫 到了南开中学的范孙楼 刚进去不久就有人通知 我们要在这开会 请你这个离开 我祖父回来没人来看 南开是自己办的 到最后都不理你 理想你什么心情 现在我想起来 我祖父后来回来 又得一次脑溢血就死掉了 他是第三次在重庆已经 1951年2月23日 张伯林在天津去世 第二天就赶来天津悼念的周恩来 为张伯林的一生做了定论 他说张校长一生中是进步的 爱国的 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有功于人民的 八十年代初 南开的老校友集资 给张伯林立了一个铜像 摆放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 1989年10月 在多方努力下 张伯林及其夫人的骨灰 被移来这里入土 他终于又可以日夜陪伴 他热爱的南开校园了 战争步步逼近 胡适陈寅雀两家仓促的 直奔南院机场 可以说是挣扎之后 做出的第二次选择 陈寅雀放弃了国民政府 终其一生没有踏足台湾 人家执意对台湾的前途 还是非常的担心 蒋介石两次亲自登门 劝说张伯林去台湾 那么我祖父就一句话不说 张伯林与共产党之间 有一个天然的联络人 周恩来 他亲自邀请周恩来 给单开的师生做 抗日行事的报告 1948年12月 北平北郊的居民 已能真切地赶到 战争在步步临近 一对对的国君和托儿代女的难民 从北方仓皇南下 到12月14日 解放军已禁至清河一带 距此不到十公里的清华校园 顿时被战争的乌云笼罩 等胡适见到陈寅雀 已是当天的下午 但守城司令副座役 正在与解放军谈判周旋 北平城内行事微妙 胡城两家直到第二天清沉 才带着仓促收拾的简单行李 直奔南苑机场 陈先生离开北平 我想有两点是比较肯定的 一个是没有考虑过留在南京或者上海 他们到达南京的时间 是根据胡适日记晚上六点半 只在南京待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到了上海 然后一直是等船 19号到达了广州 第二点可以确定是 陈先生离开北平之后 就准备好了不再回来 林老三回直乱离 菜微泪尽血油垂 众声颠倒成何说 残命为迟转自已 去远池台成永绝 这首七律是陈云雀在奔向机场的路上挥笔写咎的 尽管对国民政府晚期的统治满腹怨言 但在大厦江青之际 陈云雀的心中涌起的 却是像一个时代告别的悲壮和欺望 有个特别的沉痛 用了永绝两个字 一语成称 中期一生的话 到1949年过世 他真的是再也没有回过北平 当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 低空掠过北平城市 双目失明的陈云雀心中 淒淒然恍惚不已 三天后的南京 一场知识分子的大聚会 也沉浸在让人潸然泪下的悲情中 这一天 12月17日 是北大50周年校庆 也是胡氏57岁的生日 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宴会上 胡氏哽咽地称自己 乃一不名誉之逃兵 在场学人无不掩面而起 没有人留意陈云雀的匆匆离去 在大家看来 离开了北平 陈云雀也只能搭上 国民政府这艘迷航的巨轮 这个其实是把陈先生 在1949年 这个特殊年头的选择的问题 去留问题 简单化了 陈先生最终 选择留在广州 而不是去了香港 也没有去台湾 是后来经过无数次的 可以说是挣扎之后 做出的第二次选择 在中山大学南校区 这栋不起眼的红砖房里 陈云雀度过了 人生最后的20年了 70多年前 这里是岭南大学的校园 而陈云雀在追随胡适离开北平时 其实已经收到了 时任领大校长陈旭金发出的邀请 门前的小鹿依稀还能看见 当年刷旧的白鸡 激进双目失明的陈云雀 就是靠着这微弱的白光辨认家的方向 他曾经预测 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像南北朝一样 出现什么 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 化江分治 所以陈先生选择离开了清华 来到了离长江 我说是不能再难的广州 但是关于南北朝的预言很快就被打破 平均解放后 蒋介石下野 代总统李宗仁推动国共和谈 却处处受阻 4月20日河潭破裂 解放军抢渡长江 一举攻破国民党精心部署的沿江防线 到1949年8月 福建 江西 湖南 以竞数为共产党占领 广州徘徊在战争的边缘 陈云雀再次面临去与流的选择 从这张复思年在1949年5月 为陈云雀办理的入台申请信可以看出 当年的陈云雀的确可能从广州再去台湾 是什么让陈云雀放弃了国民政府 终其一生没有踏足台湾 在他日后写给有人无秘的诗词中 人们寻到了一丝痕迹 江都赤县满冰尘 林表尤能记此身 菜把九刀见度老 桃园今已隔秦人 武禅列辽空谈顿 望海蓬来苦信真 千里报书唯一语 白头绸对柳条心 他不相信这时候还有海上蓬来 人家执意对台湾的前途还是非常的担心 既然南京守不住了 上海守不住 而广州也最终在1949年10月14号失守了 凭什么相信国民党可以守住台湾 另外像陈先生的同事江亮夫先生 奉命将中研院数学所从大陆迁到台湾 他本人也待了半年之久 但最终还是找借口离开台湾 接受陈徐金校长的邀请来领大执教 这个选择对陈先生没有去台湾 而留在丽南大学肯定有过影响 但是放弃台湾 并不意味着陈寅雀就此决定留守大陆 早在一年多前 他就已先后接到 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评书 币居海外成为在大陆与台湾之外的第三个选择 已经60岁了 第二个双目失明 所以这个可能性应该可以排除 而且余英时特别取得胡适之晚年 在美国的一个遭遇 证明这个不大可行 陈家从此在广州一待就是60年 但其实陈寅雀的选择并没有很快结束 只因其后中国历史的翻云覆雨 陈寅雀有关选择的思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掩埋了下来 直到20世纪80年代 香港出版了国学大师前幕的《诗有杂役》 世人才第一次意识到 陈家当年有过移居香港的打算 但陈家的女儿们对此却适口否认 加上前幕的回忆确实有些不精准之处 所以这一说法渐渐被人遗忘 十多年后 广东出版了陈寅雀的最后20年一书 解密了时任领大校长陈旭金 在文革中的一段谈话 书中关于广州解放前 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力武的一段对话 又为陈寅雀安心留守大陆的说法增添了佐证 杭力武甚至开架说了 只要他答应去香港都可以 为什么 退一步讲 你先去香港看一看 然后再做 现在打算他马上就给陈寅雀 十万港币跟新疆房 陈寅雀说气话了 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 而且我马上给他盖新房子 但是真相终究不会永远被掩盖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陆续出版的回忆录和书信集 一点一点为人们拼凑出陈寅雀在1949年的挣扎 犹豫以及苦闷 尤其是当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 館长陈君宝的日记和书信 更在这历史的拼图上 补上了重要的一角 8月23号陈先生将行李寄放在冯平山图书馆的 这个事情在陈君宝日记里谈到了 有这样一封信 地于万不得已时 或有赴港一臂之举 然绝不轻动也 尽管做了万全准备 但直到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陈寅雀也没有前往香港 曾自嘲无端来做岭南人的陈寅雀 终其一生都没有再离开广州 直到1969年10月去世 他下葬在了庐山的植物园里 接着为您播出 贵州茅台凤凰冲击波 中原海运风云对话 引起来 变成交